欢迎收看好房话题现场 我是肖一芬 台北市寸土寸金 很难得有大基地的住宅社区 也因此大型社区 甚至是更高规格的豪宅 格外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不过优良的社区 可不仅止于大型社区哦 中小型的社区 也能够靠着细致的管理团队 提升社区的居住品质 今年台北市政府 持续办理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经过激烈的竞争 分别选出了小中大型社区 以及商务型大楼的优良社区 另外也有多元的主题特色奖 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 优良公寓大厦的评选活动 能够促进市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维护工作 维护良好的居住环境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这些得奖社区吧 月泰风范社区 大型社区组第二名最佳总干事 位于景美捷运站旁的月泰风范社区 分为ABC三栋建筑 总户数235户 目前屋林约8年左右 是文山区颇具知名度的地标大楼 月泰风范它其实所在的地理位置 其实台北市中心其实还蛮近的 但是它其实又涵盖在有所谓的郊区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的户外践行步道 那这边的话呢 除了大概是以前我们看到的有戏院 还有对面有景美医院 那后面可能我们还有所谓的传统市场 那在交通方面 我们这边除了大概景美捷运站 大概离路程才才一分钟的路程 那公车站啊离公管商圈其实都很近 所以这边其实大概都是主要 我们当初会购买我们月泰风范的 大概都是一些主要原因 这边的学区啊是景美 小学的话是景美国小 百年学校 然后再来是景美国中 其实都是在这附近算是很 升学力很好 然后这个很知名的学校 如果是希望说生活机能方便 然后结构也好 然后力减也净 那这样的客户 其实从三房啊到四房啊 我都建议他们可以来这边参观来看看 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品质 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包括从管理到建材 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我们的社区车位也都是全平面的车位 然后另外还有机车位 可以跟客户来做使用这样子 跟随着我们的镜头带您一览月泰风范的公共设施 可以说是丰富且实用 我们设计环境其实很单纯 我们当初应该说月泰建设在盖这一栋大楼的时候 其实很清楚的就是他只希望他提供的公共设施是社区租户用得到 所以我们的公共设其实只有几个比较重点式的 除了顶楼我们会有一个大概摆平的一个月览中心 然后还有一个租借式的宴会厅 那我们的四楼有所谓的室内游泳池跟健身房 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楼挑高 大概有四米五以上的那个月览室跟一个会客区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户外看到一些花园跟一些地景公园的部分 在地专家跟我们分享月泰风范的房价行情 也看好此区的未来发展 我们月泰风范的行情大概从八十几万到九十几万都有 那大家看它的楼层的高低 还有它的这个室内的状况啊 屋况还有它看出去的视野 会因为条件的不同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别 我们景美的这个捷运线是绿线 那所以说我们景美站这边是很早期就开发的社区 那很好开发的这个景美站 那所以说其实这边的生活机能一直都很完善 然后条件也很好 所以在我们景美这边的房子 它是一直都有在稳定的上涨中 在成长中 那所以说买在房子的如果买在这边 其实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这边的价钱也相对会比市中心稍微便宜一些些 可是却拥有很好的环境 还有这个生活机能啊绿地 月泰风范社区首度报名参加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就报得大型社区组第二名的家机 由此可见社区管理与生活品质都有超水准的表现 也借此提升了社区住户们的向心力 其实月泰一直以来其实都很想来争取这些殊荣 其实不管在公部门的这些奖项 那我们这次是希望说在所有的准备都完整之前 那这些的准备其实平常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想办法维持在一个水准之上 所以这次我们其实申请那个所谓的那个优良公寓的时候 我们是其实配合里长 还有结合现在社区这边的活动 那我们是累积在大概两三年的经验 我们才敢去申请这样的一个一个殊荣 那当然其实对社区来讲 其实住户也很高兴 因为很久以来其实住户跟社区之间的连接度 其实没有那么密切 那国外委会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透过这一次第七届第八届委员的努力 才让这一次的有得奖的机会 然后也让住户都共同参与 所以他们那时候一直到得奖的时候 其实有点像是在过年 看到人其实大家都是互相恭喜 除了社区获奖之外 月泰风范物业管理周经理 也获颁最佳总干事的奖项 周经理将过去待在其他产业界的管理方式 带入社区管理 实践待人待心 以身作则的精神 我想如果说任何总干事的资历 可能我没有在其他总干事都来得深厚 但是我的优势可能就是 我是透过以前在不同的产业界任职的情况之下 我把一些不一样的管理把它带进来 我希望其实是用有温度的管理 进而让同仁愿意提出一个 提供一个比较良善的一个服务品质给住户 那这个其实都会有相关联 其实我觉得管理人就要先管心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同仁 其实他在每一个人的职位上 地位大家都是一样 所以我其实我会先用 把他们当作是一个家人的方式来对待 相对我有很多的事情我都会 我实际上去做 做了以后去让他们感受到 很多东西不是用嘴巴说 而是用做来让他们感受到说 整个团队是需要靠大家一起经营的 其实我们今年虽然是第二名 所以我们明年其实还是想要再接再厉 社区作为区域指标性建筑 不仅仅只有硬体设备上的优势 持续进步追求好还要更好的精神 才是维持住户生活品质的关键 好方黄TV唐文生 李叶台北报导 大佛明日世界世界馆 小型社区组第二名 环境整洁绿美化特色奖 这社区其实它基地面积1131坪 然后有规划两个平字型的 然后它这社区其实在经贸园区 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社区 还有大同建设在我们经贸园区 只是盖了三洞 一个是世界馆 再来就对面的喜愿跟明日馆 那我们这间世界馆是它大同里面 唯一隐私性最高的 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型规划 那它规划的是每一层都是一层一户的 对 然后总户素材57户 然后侧位几乎都有配到两个 它建材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橘色的那个部分 它是用那个氧化环圆砖 对就算它现在已经12、13、13年了 它其实外观还是看起来新鲜的 刚刚进来我们园区的时候 应该已经可以看到我们未来的Lalapro 已经快完工了 大概在明年的年中的时候 就会开幕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对面中信总部 它有美食街 然后全联 甚至它现在冬季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滑雪的 滑冰、溜冰场 对对对 然后再来如果你想要去买个菜 我们有横柯市场 郭隔桥东湖有个五分市场这样子 对那学区的话我们都是南港国小跟城镇国中 交通环境的话我们大概从世界馆的位置 开始走路到我们的南港园区捷运站 大概走路五分钟左右 对那如果要再走到那个南港展览馆 双捷运的话大概走了十五分钟 对对对 那公车的话可能就要到 就是捷运站那边 软体捷运站那边 对对 上班族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到我们 对往内湖的话可能要到 Lalapro后面的那个 欢东 上去到内湖 那信义区也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往 可能深坑宜兰啊 就是往 我们有个港东街旁边 上去有到一个国务 可以接骨往宜兰 其实到哪边都还蛮方便的 那我们在南港啊 未来我们从我们旁边的 Lalapro开始讲 因为现在我们的Lalapro的 我们位置在这边 然后我们旁边的Lalapro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对面的中心总部 再来就会到我们那个车站那边 先会先到我们未来有个南港执行 它也是个百货 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现有的CityLink 然后再过来就是现在的 现在在盖的世界民族 楼下会有一个微风百货 然后再过来到我们那个昆阳捷运在这边 会有个南港国际的百货公司 然后再过来就是 快要到后山坪这边会有个富邦Health 对它未来也是一个百货 然后再来就是下面后山坪 会有个台电的AR1 所以未来在这边南港啊 其实至少会有八间的百货 大同名日世界馆建筑彩不对称格局设计 仅有11户格局雷同采用健康及环保建材 品质型建筑户户户三面采光 一层三户四部电梯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梯厅 社区不仅拥有三高三快四铁共购的交通优势 周边的中信总部以及未来将完工的LALAPO 也为社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机能 我们是大同名日世界馆 然后我们得到了小型社区第二名 我们位在台北市的南港区 那其实这个附近算是一个新兴的规划区 那附近有这个临近我们的捷运站 像南港南地园区 那附近也有这个中信的大楼 像算是这个民生生活蛮便利的这样子 附近有就是中信的那个大楼 然后里面的就是一些生活机能 就是餐厅美食街都还蛮丰富的 对然后附近的绿地也蛮多的一些重阳公园 其实我们主要是大家都蛮喜欢在我们的中庭 我们的绿化算做得还蛮成功 就大家进去会觉得是一个蛮平安的感觉这样子 对所以这次我们这一次在绿化的这个奖项都得名 我们的特色应该是说我们其实在人行道 有许多的这个露宿我们的这个任阳 那我们有很尽心的在在维护 以及它周遭这个土壤跟死肥消毒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大楼里面其实也比较属于这个热带风 那也有许多的绿化 那像我们这次也有得到这个环境绿美化奖 大同明日世界馆荣获112年度台北优良公寓大厦小型社区组第二名 社区不仅坐拥地理优势拥有良好的生活机能交通环境 管委会平时对社区环境尽心维护也备受肯定 获得了环境整洁绿美化特色奖 应该是说我们要感谢这个管委会的委员 以及我们社区的所有住户他们这个尽心的这个配合 我们将这个社区维持跟维护把这个做好 那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第一次参赛 那其实发现我们其实社区是蛮 其实算是真的蛮不错的社区 对 我个人觉得其实第一个我们这个团队服务要做好 那再来是我们要有一套这个像社区的一些管理办法 来维持社区的秩序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年度做一个年度计划表 那我们要确实去落实在做这个维护 那我相信这些东西一旦就是凝造这个步骤走 那我相信是社区是会很美好的 管委会认为社区获奖不仅是平一己之力 而是有赖所有委员以及全体社区住户的支持与配合 因为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拥有封锁的成果 好方王TV黄湘仁 陈文新台北采访报导 桂林院社区中型社区组优等安全防灾管理特色奖 桂林院的话它腹地大概是498坪这样子 然后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社区 那它规划是B4到15楼高的一个设计 那主要是它车位的话 都是规划波道平面跟波道机械 那因为像我们现在西门町的区域来说 因为现在的新建案基地可能都没有到那么大 所以现在是波道平面车位其实比较少 然后建材的话它是RC建筑 那因为我们这边 因为比较临近我们的那个总统府的部分 所以当时的建杉长规划它的楼高 就没有设计到那么的高 就设计15楼高 那因为它屋领大概13年 当时的设计规划算是这边的一个豪宅型的社区 所以它这边的入住的基本上的客群都比较算是 比较高知识分子啦 或者是就是有别的身份背景地位的 那它的设计规划也大概都是二到四方 比较算是中大型的一个评述规划这样 社区的话它们比较单纯一点点 因为它当时设计规划就是比较以偏住为主 所以它们公社的话都是规划在二楼 那二楼的话它们就是有一个 算是公共的一个游戏空间 跟一个算是瑜伽教室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学区的话 它是老宋国小跟我们的龙山国中 那它的地点位置 我们的社区地点位置规划其实非常的好 它其实走到这两个学校 大概路程都不需要到五分钟左右 而我们的老宋国小算是我们的百年学校 也算是蛮知名的 那在跟近年的时候 它算是北市的双语学校 那因为大家都希望是说小孩子 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风 那现在的话其实 之前的话都会想说送去私立的学校 可能会有一些外语的教学 那现在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老宋国小 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双语学校 其实这样就可以省去 这个部分的烦恼这样子 交通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刚好是在三个捷运站的中心点 包含是我们的西门站 然后我们龙山四个站 跟我们的小南门站 那这三个站的话 走路大概都不用到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其实生活经能的话 我自己觉得还蛮方便的啦 因为其实我们社区的对面 就是一个二十小时的家乐部 那它跟其他的家乐部不一样的话 我们是整栋都是家乐部 不像是有一些区域 它是可能家乐部超商啊 超市等等 可能比较小型规模 那我们是整栋都是二十小时规划的 所以其实在采买上来讲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下班的时间都偏晚啦 有时候可能想要自己组个东西 采买一下 可能一些穿农市场啦 或者是超商都关了的等等部分 那其实这边的话都可以顺利的采买到 对那交通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西门站下一站就是北车了 所以其实它的转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多元啦 所以不太需要单线交通的部分这样子 开车的话蛮方便 因为我们前面就是桂林路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先接就是爱国西 那如果说你要到东区的话 其实蛮方便的 那如果说你是要更远一点的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还 我们环可快速道路的话也蛮近的 我们桂林路底 就是可以直接接到环可快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是开车通行 不管是说你要到东区或甚至新庄区域那边的话 其实都蛮方便的 像我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的客户也是 他可能在桃园那边工作等等的部分 他这边开车过去都还蛮快的 其实我们蛮看好这个区域的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大家看新闻都知道 现在大家介绍的那个双子星大楼 那其实双子星现在是我们中正万华 以及大同区算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建设啦 对他想要政府机关的话 其实他想要打造一个是门户计划 像我们的基杰好了 那基杰的话其实最后一站的话是到我们的 就是北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边的一个 不管是商业性质 或者是未来工作机会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讲都是非常的多的 对那像我们目前不只是说 我们比较靠前段中华路这个地方 像是我们的中间段康丁路 或者是我们的黄沉南路这边的话 其实都有许许多多的预售屋 在去做销售或者是已经玩销的部分 那因为一个地区的事 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时间的去做改变 那其实现在目前的越来越多的新房子落成 我相信我们这个区域的话 它会越来越好 因为当时发展地区 比较少的是我们万华跟大同 那像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的地区 像是新医区大安区这部分的话 都是以前可能后来才去做一些慢慢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蛮期待我们这个区域的话 其实日后等这些新房子建好的话 我们可能会是第二个新区或大安区这样子的环境 桂林院社区临近博爱特区 仅邻中华路80米临应大道 西门丁商圈步行仅10分钟 24小时营业的佳乐福就在社区的正对面 全联丁号也只需步行约3分钟 十一住行欲乐应有尽有 社区更是获得了112年度台北优良公寓大厦 中型住宅社区组的优等奖 以及安全防灾管理特色奖 好房王hold to be 房价表 看看邻居卖多少 立即下载好房王买屋APP 我们其实在社区部分 我们有针对住户 以及逃生梯门口 那他们的物品我们是严禁摆放 那我们也会针对那种保全员 请他们不定时的去各楼层去巡舰 那尤其在停车场 我们会针对只要有那种液体 液态物品 我们就会立刻帮它移走 对 以免里面放什么东西我不晓得 对 我们有做这种比较严格的拜访 其实获奖感言 当然是很荣幸能获得今年的 公寓大厦的屏蔽啦 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得更好 其实我们这边生活环境最大优势是便利路 因为我们这边的生活环境 你看旁边有学校 还有大卖场便利商店 那甚至捷运公车都是在我们这一带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优点 是我们很闹钟取经 这期到晚上 不会因为我们外面马路的声音 影响到住户的生活机能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公社其实蛮多的 大概有像健身房跑步机啊 然后还有撞球室 桌球室 瑜伽 儿童 游戏室 那蛮多的 那使用状况大部分都是在 平日的晚上跟假日 那使用还算蛮频繁的 尤其像天气轮大家都会 躲在社区里面使用 交通状况非常方便 就是像我们的公车站 我们旁边就有一个 那甚至出了中华路也有 那捷运的小南门站 这边走过去五分钟 然后西门町站走过去也是五六分钟 所以交通我觉得是 以这个区域算是非常的好 我们活动大概主要是在于 除了每年的那个 可能像中秋啊 大概就主要那几个活动之外 那我们比较在明年度啦 会想针对圣诞节中秋节 开始变成有所谓的晚会活动 甚至一些事情 有目前朝这个方向在走 不仅对于逃生路口的通道 进行管制 平时社区也十分注重保全的巡检 减少摆放杂物的情况发生 为的就是带给社区住户 更加安全的居住环境 除了增加社区住户的忧患意识 为了增进社区住户彼此间的凝聚力 社区平时也会举办许多的活动 未来也预计扩大办理 希望带给住户更好的居住生活 我们常常遇到的是 因为我们社区已经十多年了 那现在比较容易问到 还是修缩问题 那修缩问题就只能除了社区 一定要适合的花钱 跟田医专业的意见之外 那其他其实问题就到还好 硬体设备的话 就像刚刚有提到 因为我们社区与老人家比较多 那我有更关会建议说 针对老人家的一些 无障碍空间 甚至一些扶手 那甚至有那种急救的AED 除了基本摆放 可能在增测 来提升老人家 甚至住户的安全性这样子 社区管理营运不容易 除了平时的例行性事务 也要定期的举办社区会议 讨论方针 桂林院社区为了带给社区 更方便安全有保障的居住环境 未来也预计新增规划 无障碍空间以及紧急装置 改善社区内的硬体设备 期盼社区管理能够更上一层 好防网TV台北采访报导 有座军站社区 环境整洁绿美化特色奖 一走出内湖捷运站 只要5分钟内 就能到达有座军站社区 社区屋零四年薪 基地面积大约776坪左右 包含83户住家与12间店面 总共95户 而社区规划从24坪到61坪不等 两房到四房的房型都有 不管你是单身新婚还是三代同堂 都能找到适合的选择 我们往西靠的话有内科 以及说有壁湖公园 那再往东的部分的话 还有大湖公园部分 所以等于说我们整个环境 是被两个非常知名的公园包围住 社区的北面的话 有一个蛮知名的壁山岩 那边的话有一个白石五吊桥 都可以供民众或旅客 有一个登山的休息活动 所以说住在这边的住户 其实很幸福 因为就是如果你有需要有休息的空间 或运动的空间的话都非常的方便 除了临近广大绿地 社区周边采买也是非常方便 内湖站周围就有CityLink 湖光市场 金融还温市场 和全联家乐福等等都可提供民众购买生活日用品 学区则有壁湖国小和内湖高中 机能可说是相当完善 这边附近的话 其实居住的需求都还蛮高的 屋里稍微都比较偏旧一点 所以说其实以在地客来讲的话 换屋的需求就还蛮高的 那或者是说可能有内科的家庭 需要购乌的话 搭两个捷运站 过了文德到港前 就可以抵达内湖科学院去 所以其实内科蛮多的员工也都会过来这边 做一个看屋巡屋的动作 那如果说以这边的屋林房价来讲的话 大概20到30年的电梯大楼 目前行情大概都已经落到 八十几万到九十几万之间 如果说屋林新一点的部分的话 大概十几年甚至十年内的电梯大楼 有的可能三架九字头 以及到三架三位数都有 那如果说以我们社区来讲的话 今年成交大概落在83到93万之间 那如果说以社区的规格来讲的话 其实都算是还蛮亲民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目前社区屋林四年线来看的话 其实社区未来都还有补充的空间 而有座军战社区 今年荣获了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评选的 环境整洁绿美化特色奖 总干事认为这是对社区的鼓励 希望之后参加能获得更好的名次 我们那个社区是都更最大的一个特色 其实就是 鑫商当初就是有规划整体的一个绿化的部分 我们在顶楼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空中的一个花园 然后罗上是我们所有的住非常喜欢的地方 不管是早上或是下午 他们都非常喜欢在那边 享受这样的一个绿化的一个空间 这一次得奖的话 我们是第一次参与 整个台北市公寓大厦这样的活动 对 透过这次的奖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 所以我们明年还会继续参与台北市公寓大厦这样的活动 可以获得更高更好的一个奖项 好房网TV 黄香人 廖佩涵 台北报导 时尚之星 节能减碳特色奖 最佳总干事 这里是台北市大同区 双连捷运站走过来六分钟 就能看到这栋时尚之星社区 秉持永续发展的理念 从小地方做起 改变设备达成节点 五年来总用电量大幅下降四成 获得2023年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节能减碳奖 我们在做重大设备的修缮跟改造的时候 可以把节电这件事情把它纳入一个重要的考量 那我们在从107年开始 我们就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建管处的一个节能补助改造 那我们陆陆续续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把灯具都换成了比较省电的LED 那机械车塔是社区里面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耗电的一个设备 对因为它每天要让上上下下大概超过两千 一个月大概要三千次的使用 所以我们在机械车塔做重大的修缮的时候 我们第一优先考虑的就是说去使用最节电的设备 如果有一级节电设备我们不会用二级跟三级 那自然而然当你设备更新之后 你就会发现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只是换一个设备 结果我的使用的电就自然而然就下降 时尚之星全区一栋共172户 社区紧邻宁夏夜市 坐永蓬莱国小 成员国高中学区 机能不在话下 顶楼还能直接眺望大稻城码头 收割绚烂烟火秀 捷运站它延伸过去就是到中山捷运站 那整条算是一个带状的公园 那其实周边像假日会有很多那个市集 那周边的十一住行也蛮多的 像我们社区有分三种 就是有小套房两房到三房的格局 对所以来这边的有自住首购年轻族群 那以周边的捷运站有中山捷运站 大桥头捷运站 还有北门捷运站 那以这些捷运站周边的这种房价 基本上都有近百的行情 对那以相对来说我们社区近期的行情 有成交八字头到九字头之间 其实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地方 汉总干事言谈之中能感受到 对环境永续的认同感非常强烈 除了增添屋顶的绿化 也关闭泳池减少水电浪费 那主要的公社就是屋顶有一个绿屋顶 我们把它称作为空冬花园 那我们在绿屋顶上面的话 也有一些所谓的开心农场 让我们这边住户一些婆婆妈妈 可以在楼上自己种花种菜 你开放游泳池 每一年可能要花费30万以上的费用 还有就是说你要用到大量的水 那浪费水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们目前节能减碳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是不相符的 如今社区一步步迈向减碳的道路 幕后推手莫过于优秀的社区总干事 已经四度货班总干事讲的他 谈到管理秘诀也不偿私分享这三句话 我们要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跟解决问题 那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原则 那尤其是发现问题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物业管理的工作里面 我们最担心害怕的就是什么 就是明明知道有问题 可是不愿意去面对它 为什么 因为一旦没有面对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解决它 那所以很多人宁可选择不去发现它 即便我知道可能有问题 那我的个性就比较不一样是说 我既然知道它可能有问题 那我就会主动去处理它 今年的区分所有权的会议 我们就在评估说 那屋顶是不是有可能去做太阳能板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绿电 我们希望说整个国家 甚至于说整个地球能够永续发展 我们大楼不要在这个地方缺席 好凡网TV黄湘仁 徐佩琪台北报导 看完这些台北市的优良社区 您是不是也能体会社区管委会的用心呢 这样的用心不仅让这些社区居住起来更加的舒适 也直接提升了社区本身的价值哦 值得所有的社区管委会参考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